TVB曾经出过三个三届时帝 分别是罗家良、郭晋安和黎耀祥 三个里面与我关系最好的就是罗家良 家良哥最早是唱歌出身 很多人以为他做演员出身 其实他是唱歌的 所以他的歌唱得很好 但在因缘祭会之下演了很多电影 也拿了三届时帝 他最后就是在2003年时拍完《流金岁月》 并且拿了第三届时帝之后 他就很瀟灑地离开了TVB 我就问家良哥为什么要离开TVB 你不想拿第四届、第五届吗 他就说在TVB其实都做了超过20年 但是找的收入不多 反而他一出去外面拍电视的 拍一年的收入都超过了TVB20年的收入 为什么不离开 那又是 话说2003年之后 我就和家良哥在外面拍了几部电视剧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爱中无厌》 在里面我们饰演了一个军神之婚 他就做齐孙王 我就做他夏美国大臣 当时我们拍摄的地点 就在河北的杜州影视城 哇 还在冬天 我记得当时还有沙尘布 冬至零下十几度 所以我们曾经度过一个很艰辛的岁月 亦都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感情非常之好 话说家良哥教了一个最好的东西 就是不可以公器私用 什么叫公器私用呢 话说当年 剧组已经配了一部专用的演员车给家良哥了 因为畢竟拍戏的场地很辛苦 还有当地的饭堂很早就收了 因此我们守了工之后 想一帮人去吃饭 我们就跟家良哥说 喂 家良哥 我说 反正你有演员车了 不如我们坐在这部车 一起去餐厅吃饭 他就跟我说 小骨 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我说 为什么不可以 你反正有车 他说 这部车 就是配给他开工 收工时用 至于私人时间 我们自己找车 如果我们万一开车途中 去吃饭途中 出现了交通意外 撞车或者司机受了伤 究竟是应该剧组负责 还是我们自己负责呢 那就是 家良哥说 既然我们都舍得花钱去吃饭 就不要省这些交通费 自己找部车去吃饭 从此我就明白了 我们真的 工还工 私还私 千万不要拿公家的东西作为私人 那这个家良哥就给了我一个最大的啟发 今天拍完《中无厌》之后 家良哥跟我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有一次就邀请我去香港 渝景湾的别墅那里来参观客户 我说 好 好 好 我都没看过你的豪宅 就走了去 渝景湾这里还要坐船 去到我家就看到 家良哥 为什么你地上那里整过了 他说 是呀 因为原来他是一个音乐法师 什么叫音乐法师 他就很喜欢听那种 要很粗的音乐线 出来的音乐效果就要很好 他就为那种叫做法师 我说 这些设备你搞了多少 他说 搞了有十几二十万 我说 零三年那时候 已经搞了十几二十万 我说 你这么舍得 他说 他对音乐有份执着 所以他一天就不听 一天就要听很好 即那些音色要很完美的音乐 他才会觉得很开心 家良哥是一个对于自己 是很有要求的人 所以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无论演戏或唱歌 他都可以创出一个这么好的成绩 那么 大家都可以创出一个